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魔玩 久久沒有來跟大家分享的小測試系列 今天魔玩又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全新的品牌 呃 嚴格來說啦 它應該算是一個重新復活的品牌 有看到魔玩粉絲團的朋友應該都已經知道了 沒有錯這個Micron Machines的系列 其實在魔玩小時候是已經有推出過非常非常多的玩具 當然會叫做Micron呢 其實也是因為他們家所推出的這個比例 都是非常非常的小台 在魔玩小時候它真的算是非常非常的熱門 連家樂福這種大賣場都有機會可以找到這個系列的玩具 可是呢一直到魔玩讀國高中左右呢 也就漸漸越來越少看到 後來也就完全沒有任何的消息 也就突然消失了 也是一直到了前幾天 魔玩剛好去逛這個玩具店 就在架上看到一個非常非常熟悉的LOGO 沒有錯 我們這個Micron Machines的系列 終於又再一次崛起 重新推出了一套全新的商品 可以看到呢在車款的部分一樣是維持以前這種小台的這個車款樣式 當然在車型上面的選擇呢也是有推出新款的 包括這個布加迪的系列呢也是第一次在這個品牌當中看到 魔玩在現場其實就有看到很多套這個不同品牌的車款系列 當下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行動 很想要一次全部買齊 最後還是有忍下來啦 是先選擇自己最想要的這個布加迪來進行入手 以這樣子的套組來說呢 其實也不算便宜啦 魔玩入手的價格是在449塊也就是450塊錢 價錢上面也雖然稍微高了一些 但是一次可以購買五台相同系列的車款 而且車子的塗裝來說也是非常非常的精緻 魔玩個人還是很推薦大家來進行入手 當然最主要還是要還這個童年債的部分啦 其實的話除了要來給大家開箱這一套最新推出的車款系列之外 魔玩也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魔玩所購買的一些Micro Machines的系列 魔玩以前是有購入非常非常多像是這樣子的小車子 魔玩的老家在鹿港 以前在鹿港的老街呢 有一家專門在賣類似紀念品店啊 辦手禮店的 在門口呢其實就有擺了一個盆子 裡面就是裝了這樣子滿滿的車款 那你任選三台呢就是50塊 魔玩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因為價錢不算昂貴啦 所以魔玩每次回去大概就會帶一個三台 帶一個六台左右 久而久之啊其實也就收藏一定數量的這個小車子 那現在呢其實還是有保存起來的 可是都放在魔玩自家的頂樓啦 魔玩這邊呢目前是只有找到這兩台 之後有找到的話再慢慢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在這個Micro Machines的系列 最早其實在1986年就已經正式推出了 當時的話是有一家叫做Gloob的玩具廠商來進行推出 現在的話啦其實已經被孩子寶所收購了 所以在最新推出的這個系列呢 在盒子的後面是出現這個孩子寶的logo 在80年代90年代呢 這個Micro Machines也算是非常非常熱門的玩具系列 講到這個小車子呢 大家會想到的我們的風火輪啊 火柴盒再來呢沒有錯就是這個Micro Machines 車子的概念其實跟大家現在所看的都是一模一樣的 大概是在1比144左右的小車塊 車子的塗裝很講究之外 最主要的功能這個輪胎的部分 也是有設計一個簡單的可動 基本的遊玩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還記得早期有一套的產品線 甚至是要把這個車門可開 以及這個引擎蓋可開的機關呢 給設計進去 整體來說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厲害 這麼小的車款呢可以做到這麼多的功能 當然除了推出這樣子的小車子之外 最重要要來搭配這些車子的場景套組 當時推出也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目前大家所看到在後面的這一台 沒有錯就是我們的城市場景套組 Micro Machines推出的場景系列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它的場景都是可以來進行收納的 收納起來呢可能就會變成這樣子卡車的造型 又或者是房車的造型 又或者是一般的這個收納箱的這種感覺 空間方面來說呢 收納起來當然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想要外出遊玩呢 當然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你看上面有一個提把呢提著就可以到處走 當然目前大家看到這台卡車其實並不是最新推出的系列 而是魔玩在20年前 沒有錯還在讀小學階段的時候就正式入手了 2001、2002年左右也算是Micro Machines 推出到比較晚期的階段 那正式結束的日期其實是在2008年 後續也就沒有再推出任何新的商品 一直到了2015、2016年左右 我們的Micro Machines是又再重新復活了一次 這一次復活呢 其實它是推出我們的這個遊戲的部分 因為當時算是這個手機遊戲的崛起啦 所以Micro Machines是又推出了一款虛擬的遊戲 那在實體產品線的部分呢 魔玩有印象好像是只有推出這個星際大戰的系列 其他這個小車款的系列呢 也就沒有再推出新款的部分 那也就在2016年左右呢 Micro Machines也就正式又結束了 一直到了一年前 而不對應該算是兩年前 2020年我們的Micro Machines 是又再一次重啟這個產品線的部分 當然推出的系列呢 就是以這樣子經典的小車款為主軸 那也是一直到最近呢 台灣這邊的代理商有引進 魔玩才有機會呢來跟大家分享 那在第一階段呢 也就是在1980到2008年的這個時間點呢 其實Micro Machines是又有在推出另外一個系列 是叫做Microverse 這個Microverse的系列呢 其實就算是一個電影主軸的這個產品線 魔玩比較有印象呢 像是我們的蝙蝠俠啊 像是我們的終極戰士 當時推出的系列也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當然在眾多電影當中最經典的 沒有錯我們的侏羅紀公園 當時也是有推出在這個Microverse的系列 除了這樣子小畢業公仔之外 當時也是有推出很多的這個場景系列啊 車款的系列可以來進行收集 那也因為絕版一段時間啦 現在想要再入手這個Microverse的系列 其實價錢都變得非常非常之昂貴 也有一點點像是我們的萬能麥斯啦 現在呢 單一組的價格至少都要七八百一兩千以上 價錢上面來說其實也不算親民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收藏這個 作季公園的小車款系列 到底該怎麼辦呢 其實啦 在這個Micro Machines還沒有正式 帶你進來台灣之前 魔王有發現了另外一個品牌 有來製作這樣子的小車子系列 沒有錯就是我們的JEDA JEDA這家廠商其實都是以推出 這個合金車款系列為主軸 1比24啊1比43的系列 大部分推出的車款其實都是電影當中有出現的作品 像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玩命關頭 他們家基本上是每一台車子都會來進行製作 這樣子的超小型車款呢 其實也是從一兩年前才正式推出的 除了有捉手機的系列之外呢 當然魔王最喜歡的這個回到未來呢 這個車款也是有一起推出的 當然最後少不了我們的這個玩命關頭呢 也是一次推出了兩個系列 魔王這邊是只差這個蝙蝠蝦系列沒有入手啦 所以沒有辦法來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分享 那像是這樣子的吊卡單一個套組 價錢就是在255塊 定價上面來說呢 其實跟這個Micro Machines也算是差不多的 當然也都是以全合金的方式來推出 拿在手上呢 其實也算是非常非常的重手 但最主要塗裝的部分來說也是非常非常的講究 如果你是有喜歡這個電影系列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考慮入手JEDA所推出的這一套商品 魔王個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歡 好啦 稍微跟大家插一個題外話 接下來還是要回到我們重點的部分 在最新推出的Micro Machines的系列 可以看到推出的方式呢其實就是以車子的品牌為一個系列 那魔王目前主要拿的這一套呢就是屬於我們布加迪的車款 裡面所出現的這五台車款呢沒有錯 都是我們布加迪的系列 選擇的方式呢當然就是用他們自家比較經典的幾台車款 可以看到呢從最早期這種老爺車的這種感覺呢 一直到最新的這種比較科技感的設計 在這系列當中呢都是可以一次收集 除了這樣子的專屬系列之外呢 其實它也是有在推出這種綜合系列的套組 但是目前也是還沒有進來台灣啦 未來的話呢也要看看官方有沒有機會帶你進來 那轉到吊卡的背面呢 沒錯啦就可以看到其他的系列 最左邊當然就是我們布加迪的款式 那在中間的話呢就是我們的凱迪拉克 最右邊就是這個卡麥龍的系列 當然這是最經典的大黃蜂呢也是有收入在這個套組當中 下方呢其實就可以看到是我們的場景套組系列 可是魔玩在實體店家啦 目前也是還沒有看到這三款 未來如果有正式進來的話 魔玩也會再來跟大家做一個小小的開箱小小的分享 好啦那在這邊呢魔玩也就不再多說了 我們就直接開箱看一下我們小車的實際樣式 打開車後內部還是有一張這個很萬惡的行路介紹啦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在這系列當中呢 還有哪一些其他的車款 左邊的話呢可以看到 這個是Cheflet雪佛蘭的這個車款系列 那包含了這種比較復古類型 比較早期的這個車款呢都是有一起推出的 右側的地方呢 這邊竟然是有推出這個大腳車的款式耶 第一台的塗裝呢其實是有一點點仿造這個絕目者的外型啦 整體的塗裝配色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相近 那在下方處呢這邊所出現的金色跟銀色 就算是這個超級稀有的車款 不過目前其實也不太知道這個車款是要如何取得 轉到背面的話沒有錯啊 就是像這樣子五車套組的系列 包含我們的布加迪、凱迪拉克以及Camaro的這個系列呢 在這邊呢一樣是可以看到所有的套組 下方處呢這邊的這個三台車款 其實就是要購買這個場景系列 當中就會附贈這些算是一個合主限定的車款 除了這邊的三台車款之外呢 另外在側邊的部分也可以看到 這邊是有一台貨卡以及這個警車的樣式 下方處呢一樣是有最後三台 這樣子的車款就是一定要購買場景系列才有辦法取得 最後當然就是我們小車子的部分啦 做工來說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以車子的材質啦 上蓋呢其實都是使用那種塑膠的方式來呈現 那在底部的部分呢就是使用金屬的底盤呢來進行搭配 車子重量呢其實也算是非常非常的扎實 當然呢以這麼小台的設計呢 其實這輪子的可動設計也算是非常非常的滑順 魔玩稍微露了一下呢 欸都不會出現這個卡到的問題 這樣子的呈現呢當然在可玩度上面來說也是大大的加分 魔玩的第一套會選擇布加迪來購入 其實也是因為啦 在風火輪的系列呢 雖然是有推出布加迪的車款 但是要取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那有機會呢可以在Micro Machines直接買到一整組呢 魔玩當然是非常非常的推薦 那在這邊的話 魔玩還是稍微拍一點點的這個細節畫面啦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進畫面囉 我可以讓我讓我。。 Bye 支持朋友們 i'm gonna tear down this castle i'm gonna tear down this castle i'm gonna tear down this castle they couldn't break your heart I'm gonna say is it really love 世界 can tear you a微 Birth of battle Lebanon it couldn't break your heart I'm gonna say is it really love They can tear you agener or is it really love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魔玩自己很開心啦 這個小車子的系列可以再一次復活 那目前啦在台灣販售的店家其實還不算多 魔玩跑了四五間的Fundbox 也是只有其中一千有來進行販售 那也希望在未來這個系列可以繼續再推出更多的小車子系列 又或者是我們場景套組系列 代理商這邊有進來的話魔玩也會再繼續跟大家進行分享進行開箱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之後一樣會再有不一樣的玩具開箱 玩具分享又或者是我們小車子的系列 我是魔玩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